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有优越感的小学男生 然后呢 后来 然后呢 他觉得他很自以为是 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很优秀 他的妈妈和他的家庭都也很优秀 因为他觉得他的父母都是国中老师 他觉得这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 然后呢 但是呢 结果后来妈妈的遗传性的室神经萎缩 导致他妈妈的失利 他妈妈的失利已经开始退化了 然后他知道这个消息后 他就很伤心 但是他也知道这个消息后 他就知道 他就觉得他应该必须要自欠自己照顾自己了 不可以再增加妈妈的负担 所以呢 这件事后他 他就觉得不可以增加妈妈的负担 然后呢 他觉得他就是 所以他变得比较懂事 懂得自我照顾 因为以前他就是真的是完完全全的妈宝 凡事都是由妈妈来 他只要叫一声妈妈任何事情 他那个都是自动帮他处理好 然后呢 以前他总是牵着妈妈的手上学 现在呢 妈妈的失利退化了 换他牵着妈妈的手 去做什么 就是指引他走向未来的道路 去看病吗 还是 不是 就是说 妈妈 因为妈妈现在的视觉退化 就是说 他就是妈妈 他在视觉退化 所以他的妈妈可能想要外出的时候呢 可能都需要他带着 他当妈妈的眼睛 没错 所以以前他是一个妈妈照顾的小男生 被妈妈牵着手 是被妈妈照顾的小男生 现在呢 换成是他要牵着妈妈的手 然后带领妈妈去妈妈想去的地方 他必须成为妈妈的眼睛 然后牵着妈妈的手 给妈妈安全感 就像当初的妈妈给他安全感一样 所以这是妈妈生病后 带给他的心境上的变化 所以他变得突然成熟了 懂事了 不再臭皮跟骄傲了 那据说 他也因此对于同学 也有同学的相处也改变了做法了 怎么说呢 他以前那班上的绰号是臭皮羊 就真是他太自以为是了 那一定是一个很讨人厌的小男孩 然后呢 但是呢 因为 但是因为这次他的妈妈 他的视神经纬缩后 他慢慢的能够体谅别人了 因为他看着妈妈就能想象到 这次比较弱势的人 他的生活是真的 就是有不方便的地方 所以呢 就不再用 瞧不起高高在上的眼的方式 来看着他们 嗯哼 书中有一段他有讲到 就是说 他就是喜欢站在比别人高的地方 这样子俯视 俯看着底下的人 嗯哼 就是这句话也代表说 他的个性就是说 他就是觉得他就是高高在上 嗯哼 但是也因为这次的事件 他愿意就是说 他有了他的同理心 愿意换位思考 嗯哼 嗯 不再那么的自我为中心 不再那么的瞧不起别人 嗯哼 嗯 所以呢 也改善了他跟同学之间的相处 嗯 所以虽然妈妈生病是一件 令人伤心的事情 不过看样子 这孩子突然间懂事了好多 嗯 嗯 然后不但 不但在家庭方面懂事了 在他的性格方面 也跟着成长了 所以跟同学之间的相处 他变得更柔软 然后更有同理心 也更有温度了 看样子他会成为一个更帮的人咯 嗯 嗯 那看完这本书之后 你有什么感想吗 我觉得虽然他的妈妈的眼睛退化 是一件坏事 但我觉得这或许就是命运的安排 嗯 就是让他能够改变他的个性 嗯 就是能够让他的人缘变得更好 所以往另外一个方面想之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所以就顺其自然 自然会有好结果 嗯 顺其自然吗 我觉得倒不是顺其自然吧 是接受了这安排之后 你要为此往正向的方向去做改变 没错 因为他接受妈妈看不见这件事 这个事实 不然然后应该会很伤心 很难过啊 会很自怜自哀啊 可是他没有 他接受了 然后也让自己成长了 没错 往正向的方向的路去走 嗯 如果这孩子一样这么优秀 然后又自治又自律的话 学业成绩也很棒 然后他也因此变得懂得去同理别人的不舒服 变得更体谅别人的话 感觉上他可以成为一个很棒的医生 嗯 没错 我也这么觉得 嗯 如果他可以成为视神经外科的话 更好 以后帮妈妈开刀 替妈妈治疗双眼 搞不好这是一个 就像你讲 也许老天的安法就是 这是一个转机 让你走上另一条路 希望这妈妈最后也会有好的结果 那我们先来听听这书 你还有什么 对于这本书的想法 想要跟大家分享吗 嗯 大概没有了吧 OK好 我们来看看 像他的 那个书 书里面的介绍 有一段话也蛮感动的 妈妈说 原以为可以看着你日渐成长 用双眼记录每一刻改变 没想到梦想脆弱的不堪一击 在倒数计时的恐惧中 竟是你用爱牵着我向前 用掌心的温度带来幸福的瞬间 哇 这段话是妈妈的自白 我觉得妈妈一定好伤心 好伤心 同样身为妈妈 我能理解 也可以想象那种 那个过程中是有多么的难过 可是一定也很感动 因为孩子没有 没有抛进妈妈 也没有嫌弃妈妈 也没有因此有自卑感 反而变得更柔软 更温暖了 是用他 用他小小的手掌 牵着妈妈的手 所以妈妈可以从他的掌心 感受到温度 感受到幸福 然后感受到他 小心翼翼的牵着妈妈的手 带着妈妈前进 因为用他的双眼 来代替妈妈的双眼 是一本很值得看的书 我们来听一下姐姐朗读一下 这本书里面 她觉得很值得分享的桥段 好 我们现在要分享书里面 比较值得介绍的桥段 那姐姐选了几篇 我们看看姐姐选的是哪些内容 我选的就是 他们班老师 有出一项功课 叫做幸福日记 就是要他们记录 对他们而言所谓的幸福 到底是什么 每一天的幸福时刻吗 就是要记录什么 对他而言什么是幸福 是每一天的吗 每一天都要写一篇吗 那应该就是 每一天的幸福时刻是什么吧 对不对 不是 就是所谓 每一天都写一个幸福 关于幸福的定义吗 对 就是对他而言 他到底觉得幸福 对他而言 他这个意义到底是什么 就是说 对他而言什么叫做幸福 例如有些人觉得说 照着阳光就是幸福 有些人觉得 抱着妈妈就是幸福 每个人觉得幸福 对幸福的定义都不一样 所以有些人觉得说 终于喝到一个透清朗的可乐 好幸福 对不对 也是有可能的嘛 因这老师出的功课 就很有深度 很棒 真心有你们老师 也可以出这样的功课给你们 好 那然后呢 这个幸福小日记 你为什么选这些幸福小日记 这有什么重要性吗 因为可以从他 从一开始写的幸福日记 到后来妈妈生病之后 写的幸福日记 可以察觉他心里的转变 所以这个幸福小日记 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 他的心境的脉络 可以从里面读到讯息 那我们开始吧 第一篇怎么说呢 幸福 是九月空中的一朵云 乘着湛蓝的天 无忧无瑕 我叫陈文阳 今年四年级 哦不对 过完暑假 已经升上五年级了 我和爸爸妈妈住在幸福社区 每天走路上学 除了家门左转 走过三个红绿灯 又转上行人道 再直走 就到永乐国小了 最幸福的事 就是妈妈每天都会牵着我的手 陪我走路上学 很棒 所以这篇日记 他就是在讲说 他妈妈的眼睛 还没有问题之前 他妈妈 总是都会每天牵着他的手 陪他走路上学 所以每天上学的时刻 是他最幸福的时刻 在这篇记录是这样 好 下一篇 幸福是妈妈总是等着我 随时抱抱我 问我 今天过得好吗 如果有味道 那会是苦的 辣的 还是酸的呢 我不想知道答案 生活中没有担心 心情是轻松的 难怪人家说 无事亦生轻 嗯 冰雪说啊 现在他好幸福哦 而且妈妈很关心他 我好喜欢这段写的哦 如果有味道 那会是苦的 辣的 还是酸的呢 意思就是 这个幸福 如果是有滋味的 那是什么样子的味道呢 但我不想知道 因为我生活中没有担心耶 他的生活中没有担心耶 是一个 好自由自在的小鸟 好悠悠自在的鱼哦 是一个很开心的小朋友 嗯 很棒 下一个 下一个小日子 可以片吗 幸福是 妈妈总是等着我 随时抱抱我 问我 今天过得好吗 如果有味道 那会是苦的 辣的 还是酸酸的呢 我不想知道答案 生活中没有担心 心情是轻松的 难怪人家说 无事亦生轻 突然之间 心里好像有事 却说不上来 那是什么 闷闷的 我的心情像即将下起 旁陀大雨的阴天 厚重的乌云 把天空堆叠的 捕透光 我很不习惯 我很不习惯这样的感觉 如果妈妈配在我身边 就好了 今天妈妈的手被烫伤了 我真希望这件事没有发生 所以她今天伤心难过 是因为妈妈的手被烫伤了 只是妈妈的手被烫伤了 她就心情觉得闷闷的 不开心 你因为缺少了妈妈的陪伴 妈妈可能要先去看医生之类的 因为今天上学路上没有妈妈陪 不是 是就是她回家的时候 她回家的时候 今天妈妈不在家 所以她觉得心情闷闷的 就是她 因为她就会到 她妈妈教书的那个学校 去写功课 然后呢 结果妈妈在学校被烫伤 于是妈妈就先 就是先去医院了 所以就没有立刻陪在她身边 所以只是妈妈不在身边 她就觉得心情闷闷的 因为妈妈受伤了嘛 妈妈小伤 她就心情闷闷的 我觉得可以感觉到 她们的母子之间的感觉 是非常好的 但是其实 但是其实从妈妈的手 被热水烫伤 其实妈妈的势力 从现在就开始退化了 天哪 其实这时候还没有去医院 就是还没有去找医生 看这个问题 所以其实妈妈被烫伤 是因为她那时候 没有看清楚东西 是不是 这只是 她是一个预告的一个征兆 告诉你说 她其实这时候已经看不清楚 所以她才会被烫伤 所以烫伤事小 没看清楚才是事大 哇 事关重大事的事 只是这时候还没有发现 而这时候孩子的心理已经 叠上了厚厚的乌云了 厚厚的乌云的感觉就是 但是又没有下雨 就像那种阴天 快要下大雨之前 感觉很炙热 很闷热 很让人难过 要哭不哭的 似哭非哭的 要哭又哭不出来 其实我也常常会有那种闷闷的 闷闷的感觉 要么你就乌云散开放大晴天 让我们舒服一点 要么你干脆狠狠的哭一场下场大雨后 云快点散开来吧 那种乌云的感觉是一切不清不楚 这是最让人觉得最讨厌的感觉 其实就是那种闷闷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心这样真的会觉得不舒服 就是觉得 但是我的情绪会影响到我整个人 我常常会有那种闷闷的感觉 而且这个小孩子啊 他在形容他的心情的时候 都是用天气来形容 有没有发现 像他讲的是下起了乌云 深情就像是厚重的乌云 把天空堆叠的补透光 就像是即将下起庞托大雨的阴天 哇他形容的好棒哦 然后他刚刚上一篇是把心情形容成味道 如果幸福是有味道的的话 嗯这个孩子好会写哦 嗯形容的方式很棒 大家可以学着试试看 好下一篇的幸福是什么呢 幸福是妈妈留在宝贝手掌心的魔法青青 这本书我们也有看过好好看 对啊所见的小碗熊的故事 魔法青青是一本可爱的绘本故事 我要上学的那一年 妈妈买了这本书 他抱着我温柔的为我读故事 每天都紧紧黏在妈妈身边的小碗熊 到了该上学的年纪 但是小碗熊不想上学 不想离开妈妈 于是妈妈告诉他一个秘密 那是小碗熊的外婆告诉碗熊妈妈的 碗熊妈妈摊开宝贝的手掌 低下头 将嘴贴在小碗熊的掌心上 一股暖流从妈妈的嘴 传递到小碗熊的手掌 温暖的爱从小碗熊的掌心 经过手臂传到他的心里 很久很久以前 碗熊外婆也给过碗熊妈妈这样的亲亲 碗熊妈妈告诉宝贝 这个亲亲有魔法 小碗熊到那都有妈妈陪 小碗熊开心的笑了 感觉全身暖暖的 不再害怕离开妈妈去上学了 最后小碗熊也能亲亲妈妈的手掌心 跟妈妈说再见 带着幸福的心情和妈妈分开 他知道妈妈会一直等他回家 而且带着妈妈的魔法金钦 就好像妈妈陪着他上学去呢 我和妈妈也有属于我们的魔法金钦 从来不失灵 所以我觉得幸福 很棒 这一段有什么特别的故事要说吗 现在就是 这时候他们还是没有去检查 然后呢 他就是从我害妈妈 也有属于我们的魔法金钦 从来不失灵 所以我觉得幸福 这句话可以看到出 他们跟妈妈的感情真的真的非常的好 从来没有过冲突 从来没有过吵架 从来没有过神气 感情是相亲相爱很甜蜜的 所以他之所以会需要母法金钦 代表他一定是很黏 妈妈才会舍不得跟妈妈分开 OK 所以下一个章节吗 下一篇吗 幸福就像放在一只篮子里的鸡蛋 每个人都限量游有 一旦领取光了 幸福就此不再 今天日记我想写我今天想到的事情 如果朱小强有爸爸也有妈妈 还会每天在街上捡资源回收吗 如果简历生有妈妈 那简历生的个性会不会像杨可欣一样温柔 如果妈妈的眼睛没有问题 我一定不会想这些如果 如果生命没有如果 这好值得大家去深思 真的妈妈好容易感动 说说看吧 看样子这里 妈妈的眼睛已经出问题了 没错 已经开始想到她的生活了 已经去检查了 就是这时候妈妈已经 这时候妈妈 妈妈已经就是辞掉工作了 因为妈妈的视力真的是越来越糟了 然后她就觉得 因为这时候她是刚好陷入第一潮期 就是妈妈的眼睛刚 妈妈的视力刚退化的时候 她有点不能接受 所以这是视力刚退化的时刻 而且她开始会想如果意思就是 她会换位思考了 以前例如说 她会觉得 妈妈可能有个小朋友叫朱小强是吗 对 她会在街上 她无父无母 然后家里很穷 只能减资源回收买钱 所以像她以前 她自己有个幸福的家 所以她一定很 觉得这样的生活很糟糕 很瞧不起别人 觉得她真可怜 但好险我很幸福 然后 简历真就是一个脾气很暴躁 她开始可以体谅她 不是说一定可以接受她的脾气不好 而是可以体谅说 也许她是因为没有妈妈 没有妈妈的温柔在教导她 什么叫温柔 所以她还想如果她有妈妈 也许她不会脾气这么坏了 她会开始去替别人想一想 别人为什么会有现在这样的困境 或是这样的难题 或是这样的表现 是为什么呢 也许那背后有个炉火 这孩子也是懂事的很快 开销的很快 而且她前面开头就写得好棒 但写得好哀伤 幸福像放在一只篮子里的鸡蛋 每个人都限量拥有 因为每个人都被限量拥有 有些人可能可以拥有一千颗 有些人拥有一百颗 有些人只有十颗 会不会有些人只有一颗 甚至有些人会不会一颗都没有 而且她说的是 如果这个鸡蛋如果被领完了 幸福就不在了 哇那代表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幸福是有限量的 可是也代表幸福是很脆弱的 嗯真的耶 对她用鸡蛋形容真不好 幸福怎么那么脆弱呢 领起来的那一刻落不小心 没拿吻摔破了怎么办 幸福就还没有体验到幸福就摔破了 是也有可能耶 所以这个比喻 哇 好残忍也好恰当哦 是不是幸福这么脆弱吗 可是我不觉得幸福这么脆弱 我希望幸福是很坚固的 就像我跟你感情很好 我跟弟弟感情很好 我跟孩子之间的感情很好 我相信这个幸福 这个温度是很牢不可摧的 坚不可破的 虽然我们也会有冲突 虽然他们也会让我很沉气 很疲累的时候 但是爱就是爱 我不觉得他是会那么脆弱不堪一几 并不会炒个几次加 啪啦 这鸡蛋就破掉 倒也不至于啦 只是呢 我觉得他的形容方式很悲伤 因为可见是他觉得他的幸福快要被用完了 这个鸡蛋快要领完了 嗯哼 OK下一个 可以说他觉得他鸡蛋快要破掉 OK 好 接着我们分享下一篇 幸福是有人关注我 世界变黑了 有人理解我的害怕 会帮我找出路 我在梦里兜兜转转 回不到原来的生活 说不出心里的恐惧 我一直在的梦醒 这不是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小孩会做的梦吧 妈妈是不是也感觉像在做梦呢 我很难过 妈妈的势力越来越差 她一定很害怕又很担心 我希望被关心很安慰 但是我竟然没有关心很安慰妈妈 妈妈好可怜 嗯 所以一开始呢 他不能接受妈妈的视力变差这件事 是吗 是啊 嗯 所以呢 他一直在很难过 再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所以就像是一直在黑黑的梦里面 他在等梦醒 然后再等这个黑暗散开来 再等可以看清楚 再等可以回到原来的生活 对 不让在黑暗溶罩在自己的生活里面 我可以理解他的想法 他的心情 这时候他怎么又突然这么懂事 突然先想要说 我都这么难过了 更何况妈妈 真的生病的是妈妈 真的看不到的是妈妈 哇 他突然开始想到了 所以他的心情的转变是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孩子从一开始跟妈妈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前面的建构的路线 是他跟妈妈的感情很好 然后很爱妈妈 然后妈妈就是他幸福的来源 你就会发现他讲的生活的 很多点点滴滴 都是跟妈妈相关的 然后 知道发生了 发现了妈妈的眼睛受伤之后呢 他 他开始懂得同理别人的 同理别人的不舒服 不堪或困难 开始能够理解和体谅 因为他开始去思考 所谓的如果 因为他也在想 如果妈妈眼睛没有受伤呢 如果妈妈现在眼睛还好呢 如果妈妈眼睛没有生病呢 那是遗传性问题 对那就是一个生病啊 他在想这些不喜欢的 不开心的是 如果没有发生 会不会就比较好呢 他开始去思考 然后到后来发生了想着想着 如果如果 但是大家 我还是不能接受啊 那个不能接受的状态 就像是一直在黑黑的梦里 没有办法醒来一样 然后这时候他还想到 这黑黑梦里 我都不想醒来了 我都是用有人来安慰 我说这不是真的 没事的 别担心 妈妈还好 那更何况 生病的妈妈呢 哇他一层一层的 一层一层的剖析 一层层的分解之后 他思考的东西也越来越深了 这孩子的心也越挖越深了 他想的好棒啊 这个孩子 所以他就算一开始 臭屁玩又怎么样 其实真的是一个 很聪明很懂事的孩子 只是需要人家点他一下 告诉他说 你很幸福 可是不要臭屁炫耀 你的幸福而已 因为很多人其实也许 没有跟你一样那么幸福 或没有拥有你所谓的幸福 那那样子的人 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 他们心里想什么 你有没有去替他们体谅过 懂不懂得关心别人 是一个很棒的书哦 然后下一篇比较特别 他下一篇是讲妈妈的心境 妈妈她眼睛发现出问题的 那一篇开始写的日记 我们来听听看 暑假都过一半了 计划却搁浅了 这是妈妈的日记 OK好 成天和洋洋赖在家里 洋洋画画读书 我总是发呆 看着我真爱的孩子 他在我身边 我的心中却涌上许多的不舍 他总是静静地陪着我 从他小时候到现在 体贴的孩子 温和的孩子 如果不是他 我怎么能走过 十岁小女儿的痛 我以为可以一直依靠着孩子 当我想起那些失落 他掌心的温度 会温暖我的心 我以为可以一直这样 守护着孩子 用我的双眼 记录他每天的成长 当他需要我 我就张开双臂 有我在天塌下来 我的孩子也无感于惊恐 但是现在 我感觉天要塌下来了 孩子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 妈妈没办法不让你伤心 也是一个好温柔 好温柔的妈妈 这妈妈看得出来 孩子之所以跟妈妈感情很好 是因为妈妈真的好用心 而且好珍惜这个孩子 而且虽然说故事设定 他一开始是一个臭屁羊 就是臭屁的小朋友 但是其实 我觉得他应该不是臭屁 他只是说当时的他还不能够体谅别人 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这不就是一般小孩子的特质吗 所以与其说他 所以他的本性并不坏 只是他还是个小孩子 小孩子在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都是这样 爱顶嘴 然后爱以自我为中心 一切以自己的需求作为所谓的思考中心点 我想要什么 我想要做什么 我想得到什么 我想感受什么 是以自己做感觉 或我感觉到什么 这是我我我我我我 这个我一直挂在嘴边 好重的我 就自我意识好强好强 也不能责怪孩子 而是人生的成长阶段 这个阶段就是这样 以我自我为中心的定位 只是说我们需要适时的教导孩子 拉把孩子 引导孩子 你要想想除了你以外 除了我以外 旁边这个你 你 那个他在做什么 那个你在做什么 那个他在做什么 因为我们人生是有你我他的 不是只有我 那妈妈生病这个呢 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一个转捩点 开始让他去思考了 你怎么样 他怎么样 除了我以外的其他人 到底怎么样 他们在想什么 他们在感受什么 是一个很 是一个很温柔很温暖的妈妈 才能教出一个这么体贴 这么温和的孩子 只是当初的成长阶段 还没有到嘛 世界还没有到嘛 妈妈还没有引导到 但是藉由妈妈的生命 引导了他 整个心境上 整个心态上 整个观念上的提升 整个跟转换了 这个日记 他其实 他其实他是在讲妈妈的心境 就是妈妈 这是还没有去剪 就是他是从妈妈的眼睛 他其实很早就发现自己的眼睛 好像有点不对劲 嗯哼 但是那时候他还没有去医院检查 但他发现自己的眼睛 好像有点不对劲 说写下的日记是不是 所以他开始自己隐约的发现到 开始会有一些悲伤的事情要发生了 他开始在担心了 是吗 嗯 很棒很棒 这本书再次让妈妈觉得太棒了 我觉得这本书真的很值得推荐 小朋友看也好 妈妈看也好 是一个很柔软很温暖的书 以妈妈的角度在撰写的书 好我们继续下一篇的分享 早晨醒来 眼前一阵模糊 我的心凉了 明明窗外是艳阳高照 羊羊和俊燕笑着邀请我出游 我不敢让他们察觉异样 幸好我的势力还能应付生活所失 但如果再退化下去 我该怎么办 谁可以帮我 我会成为羊羊和俊燕的累赘吗 嗯 好继续 我焦虑控制不了自己的心 我的心叫我蒙菜生活的油门 我失去了耐心 每个当下都想着下一秒 下一分钟该进行的事项 我对羊羊提高了音量 但她曾经在最爱的故事书里 我竟然怎么都看不宣言 为什么忘记练琴 为什么不赶快把暑假功课完成 为什么她的家事一概不清楚 我抓狂了 我对着孩子咆哮 尽管 咆哮 尽管孩子无辜的绝嘴 我无法绝嘴 我无法同理她的心情 我是一部被追赶的老爷车 死命的踩下油门 只管往前冲 伤害了身旁所有平顺安静的事物 我知道我失控了 但我停不下来 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此刻 我才能和自己平静的对话 我错了 我吓得痒痒了 但是我不知道明天 明天我是不是还会失控 我自己都害怕这样的失控 我该怎么保持平静呢 这个妈妈好可怜好可怜 其实她之所以这么急 这么急的一直踩油门 踩油门的意思在这边上讲 就是很心急呀 想要快一点冲 快一点冲 快一点赶快到达下一个目的地 快一点赶快完成现在这些 快一点去做下一件事情 快快快快快快快 这其实就是妈妈我的日常 Luna妈妈就是一个性子 非常非常急的人 我觉得她会这样做 要是她觉得自己眼睛 已经快会完全下掉 所以她想要赶快把洋洋 逼到最好的状态 没错 你有读到妈妈的心境 没错 妈妈之所以这么急这么快 是因为她知道自己快看不见了 所以在她快要看不见的之前 她希望可以督促孩子 更自律 更自治 效率更好 然后表现更优秀 因为将来的你 没有妈妈的双眼 来监督这一切 妈妈没有办法再看着你成长 看不到了 所以我好急呀 所以不只是逼着你的恋情 逼着你去做该做的事 甚至是连家事 你不用做的家事 我都好希望你一瞬间 突然间的 你都要会 因为如果我没有办法做呢 而我真的即将要没有办法做了 你会不会煎蛋呢 你会不会煮热水呢 她妈妈还真的 你会不会炒面呢 她妈妈之后还真的就好煎蛋 地脏了你会不会扫呢 衣服脏了你知不知道怎么用洗衣机呢 你都不会 我怎么放心的下 其实是我讲的讲的 我都快哭了 我懂 那个焦虑的背后 是因为太多的心疼和不舍 还有担忧 太让人觉得感受到伤心了 她的悲伤 这妈妈好爱孩子 下一篇我们要说什么呢 开学了第五年了 当妈妈是一件幸福的事 却也是揪心的 那一年 洋洋要上小学了 我心里五味杂症 杂陈 杂陈 现在终于知道这样的心情会一路跟随我 有天 孩子上国中 不再听真了 读高中要离家住宿了 上大学交女朋友 初上会展示飞翔了 然后有一天 我的小洋洋也当爸爸了 我已不能想象 自己渴望竹梦的心跳 凝望那纯真的笑颜 如纪伯伦言 我愿节庆所能地空起身子 成她翱翔的祝福利 我想紧紧保卫 她靠在我宫上的分秒 想象她为梦设法而去的瞬间 我难忍心战 匆忙记录她的温度 纵怕不及 分分秒秒不曾停歇 那刻来临 我将仰头 见她高飞 远远奔向自己的天空 而我在回忆里 勇着她 这就是妈妈 妈妈就是想要成为孩子的助力 然后在她展示高飞之前 我们的希望都尽可能地帮助他们 尽可能地成为他们最可靠的依靠 然后很珍惜地记录着每一分每一秒的成长 这就是每一个妈妈的心境 很棒 我的手烫伤了 有多痛 不不痛 心痛 也许很快我就不能再这样记录我的心情了 黑暗的世界让我恐惧 但我更恐慌着孩子的生活因我而改变 这就是妈妈 在自己痛的当下 其实更多的痛想的是孩子的痛 想象的孩子如果为自己担心而难过怎么办 想象的孩子因为自己的伤痛而生活不变 那又怎么办 因为我觉得母爱真的好伟大 是不是啊姐姐 当你一个人真的好爱好爱一个人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真的会忘记自己 这就是妈妈 妈妈好爱孩子 所以我觉得很棒的是孩子也回归给妈妈同样同等的爱 所以刚刚记得吧 上一篇里面孩子想到说 我想要被关心 想要被疼爱 可是我怎么忘记妈妈也需要被关心 被疼爱呢 我怎么忘记关心妈妈 妈妈好可怜 是的 妈妈自己可能背负了这样的心情 背负了好久好久哦 下一篇我们再听听看 也许我该高兴 我只是极经失明 只是不能用双眼看见我熟悉的世界 也不能用双眼记录孩子的成长 但我可以用我的体温关闻孩子的心 是啊 至少我们还活着嘛 只要活着 我只是不能再用我的双眼监督你的一切 然后看着你的成长 但我还活着 我就可以陪着你成长 不能看着 但我陪着 我还在 我的体温还在 我的心跳还在 我的人还在孩子身边 人生就是很多的遗憾 很多的不如意的时候 当我们不能接受的时候 我们只能强迫自己去思考 更正面的那一刻 还能够把握在手里的是什么 要珍惜下来 下一篇 确诊 是神经萎缩 怎么办呢 我爱的 君彦和杨阳 然后接下来就是主角 她的心情 那一天在车上 妈妈的眼眉都要流成河了 但文字既然如此平静 她的心力一定压抑着很多难过 所以这孩子后来看着妈妈的日记 谢谢她的感触 这个孩子真的好懂事 还有要说的吗 杨阳 今天妈妈教你煎荷包蛋 这是妈妈能给你最有保障的爱了 这个时候教你煎蛋 是叫做最有保障的爱 真的 喂得饱的 这个荷包蛋是喂得饱的 可以喂饱你的五脏六腑 至少当你要是饿的话 至少要有个白饭配个荷包蛋 有个泡面配荷包蛋 有个面包配荷包蛋 整个包子也配个荷包蛋 至少吃个蛋吧孩子 马上我们来教你煎荷包蛋 因为这个妈妈 她是非常注重生活品质的妈妈 她就是说她会在 她买东西叫货比三家 看哪一家新鲜 这个妈妈非常极度追求健康 卫生和生活品质 所以就是说例如面包 她不是随便去面包店买 她一定会指定 哪一家的面包最新鲜 哪一家用的最实在 好 所以呢 我现在不能 我现在在跟我们家姐姐 心里姐姐讲话是 我现在不教你煎荷包蛋 我教你更简单 我们明天先来做水煮蛋 我不要 我怕烫伤 不用 我们家水煮蛋是用电锅蒸的 你顺便教大家一下 就是蛋洗干净之后 放在一个大的容器里面 什么容器都可以 然后水要盖锅蛋 水越多越好 水要盖锅蛋 你有同时在学吗 有啊 蛋洗干净 把蛋放在大碗里面 水淹过蛋 把这个碗呢 这个容器放到电锅里面 就这么简单 然后用一杯水 我觉得好可怕 放下去倒进去 然后锅盖盖起来 按下开关 就可以了 它跳起来你就可以吃了 它跳起来之后 就把它拿起来 等一下凉就可以吃了 简单的东西一定要学 可是我觉得我还是会烫伤 我不要 我不要你帮我做 任何事情不要等到了无路可走的时候才学 更何况这是基本的生活技能 本来就该学就是学 好吗 好继续下一篇 要长大 好下一篇再来 下一篇是陈文杨 他自己写的幸福日记 幸福是有人关心自己 发现自己有能力宽爱别人 爱可以让自己变得有能力 有能力的爱会让自己变得勇敢 不再被动等着被关心 也可以打败生活的困难 我的梦醒了 困难还没克服 但是生活踏实了 这一段其实很清楚的记录 这孩子现在是太早说太懂事了 这一句最后一句话写得很好 我的梦醒了 记得吧 他原本的梦是什么梦 哈喽 他原本梦是什么梦 被黑暗笼罩 对 在黑暗里面兜兜转转 但是出不来 黑暗也不散开 然后他也出不来 只能在黑暗的迷宫里面 走过来又走过去 走过来又走去 哇真的有多难过啊 但是现在的梦醒了 但是 黑暗并没有散开 所以困难还是没有克服啊 我最难过的事情是妈妈的眼睛看不见 但妈妈还是看不见啊 但是呢 生活却踏实了 为什么 你觉得这代表什么意思 他面对了这件事 他接受了 对 我面对了 妈妈是真的瞎了 妈妈真的看不见了 但他跟妈妈一样 两个人都知道往正面想 但是妈妈活着 妈妈还在我身边 我要想办法照顾妈妈 妈妈活着的 只是瞎掉了 但妈妈在我身边 我的生活踏实了是 妈妈还在我身边 我得想办法照顾这个妈妈 说得很棒啊 而且里面讲到的 我觉得好多经典的句子 小朋友们可以学下来 爱可以让人变得有能力 爱可以让你变得有能力的哦 有能力的爱 可以让你变得怎么样 变得勇敢 当你有需要去承担的事情的时候 爱会给你力量的 听我们的听众里面 有妈妈一定可以了解 每个人都是成为妈妈之后 真的就是为你则强 这句话是事实 当了妈妈之后 你真的会变勇敢 因为很多的事情 你不能抱着脆弱的小baby 要baby为你挺身而出吧 你不可能牵着小朋友的手 我有了弟弟 我也变勇敢了 因为以前的我 居高症很严重 虽然现在居高症还是在 可是如果是弟弟 如果是我非常带弟弟 去比较高的地方的话 我以前会直接下到铁 腿软 现在立刻马上下去 但是有弟弟在 因为弟弟想要往高的上面玩的话 你就会牵着弟弟的手 往高的上面去 因为你知道弟弟 因为如果姐姐不带他上去的话 弟弟就不能上去 那弟弟会哭得好难过 好伤心 我舍不得啊 那如果让弟弟跟他上去 姐姐也会担心说 那他危险 如果遇到危险怎么办 还是牵着弟弟上去之后 姐姐就惊慌失措 赶快冲下来 说我达到目标了 我已经帮你送他到最高点 你自己下来吧 我逃走了 姐姐有责任感 他不至于这么可恶 要有责任感 对不对 所以会牵着弟的时候 到了最高点之后 再陪弟弟玩最高的 对话题再下来 说我平安的让弟弟上去了 然后平安的让弟弟落地了 妈妈我完成任务 我勇不勇敢 好勇敢哦 不过我上去 还是被写了 我差点腿软 后来我差点真的跌下去 那就太危险 所以一定要撑住自己 我知道 所以为了爱 我们可以勇敢 这是事实 大家也可以想一想 小朋友们自己也可以想一想哦 你有没有曾经为了爱 而勇敢做了什么事情 一定可以为了你的手足啊 你的弟弟啊 你的妹妹 还是你的哥哥啊 姐姐啊 还是你的爸爸 妈妈 还是阿公阿嬷 你做了什么事情 那更何况 你也可以跟妈妈分享 妈妈 你有没有为了爱 而变勇敢呢 我觉得大家一定 关于这个话 这个题目 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想法 很多很多的分享 可以告诉周边你的家人 好棒哦 所以这孩子 更懂事了 他那一个层次 一个层次 一个一直跳脱 一直往上攀爬 大家有发现吗 好 来我们来分享下一个阶段 幸福掌握在手里 我决定幸福 所以我幸福了 我决定幸福 嗯 他决定让自己幸福 所以他怎么样 他就幸福了 说得很棒哦 幸福 幸福没有标准答案 就算是艳阳高管的夏天 也可能突然下起大雨 就算是岩阳 也可能突然出现暖断的阳光 生活中不变的道理 就是凡事千变万化 我们永远没办法预测 即将发生的状况 只能把握当下 珍惜拥有 这就是我不变的幸福了 我要牵妈妈的手 当妈妈的小太阳 不管未来的路有多难走 我都不会被打倒 好棒好棒 太感动了 所以他决定的幸福 他的不变的幸福是什么 不变的幸福就是 我一定要牵着妈妈的手啊 当初妈妈牵我的手上学 现在我牵妈妈的手 不管是谁牵谁 重点是 我们的手牵在一起呀 发现了吗 我还是牵着你 你也还是牵着我啊 我们还是在一起 然后一起往前走 这就是他们不变的幸福 说的太棒了 姐姐有什么感触吗 我的感触已经一语言表 不知该怎么形容了 嗯 所以是不是像我们这样讲 所以他们真的是好正向的想法 一直变一直变一直变 而且我觉得他第一句话就 就下了一个很棒的定义 定义是什么 幸福掌握在手里 我决定幸福 所以我幸福了 是的 幸福所谓的掌握在手里 这句话是大家很常听到的 就像广告词一样 幸福掌握在手里 那掌握在手里又怎么样 所以你可以决定啊 所以我决定我要当个幸福的人 所以我就幸福了 所以我决定要当个不幸福的人 所以怎么样 我就不幸福了 所以你当然不幸福啊 你也可以一直抱怨 老天爷不公平不公平 为什么我的妈妈下掉了 不公平不公平 妈妈本来牵着我的手 现在我要自己上学了 不公平不公平 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那样 为什么那样 但你也可以停下来想一想 哇 我还有什么 在我的手里 我要珍惜它 变成我的宝物 变成定义我幸福的东西 那就是我不变的幸福 就是妈妈还在我身边 我们仍然可以彼此手牵手 好棒好棒的心路历程哦 好 最后一篇咯 下一篇是他写的绘本 就是他写 他就只是突然心血来潮写下来的 然后呢 结果得到了绘本比赛第一名 哇 好棒 说说看 切妈妈的手 漆黑的叶是谁的脚步声 啪哒啪哒 我害怕 是妈妈 妈妈帮我盖被子的手 暖暖的 软软的 我喜欢 观灿灿的早上 是谁张嘴瞅着 快点 快点 好吓人啊 哎呀 是急呼呼 忙匆匆的妈妈 她像一只狮子 用刺刺的爪子 拉着我小小的手 黄沉沉的灯下 是谁轻轻搂着我 呢喃说着幸福的童话 嘻嘻 是妈妈 像小兔一样 像棉花糖一样 柔柔的 香香的 我就想赖在她的抱抱里 但是 一个暗沉沉的夜里 妈妈的位置空空的 我好孤单 我画了一双妈妈的手 想到小宝宝的摇床 想着妈咪的拥抱 原来 这就叫 想念 白天青的床上 卷取着一个像猫的人 冷冷的 懒懒的 我看不到 她埋在枕头里的脸 但是我知道 她是我最爱的妈妈 靠近她 想念她牵着我的温暖 原来啊 妈妈的脑袋里 有条件事神经的小东西不乖 她让妈妈的眼视线越来越模糊 是不是有一天 太阳光光的笑脸 星星的眨眼 还有妈妈最爱的粉红 她都看不见了 天空蓝蓝 有白云作伴 面包树的果子又熟又大了 妈妈蹲下 眯着她的眼睛 用我最喜欢的手摸摸我的额头 我也伸出手擦去妈咪的汗水 这是妈妈最不爱的夏天 我学会牵妈妈的手 走过了像小哥摸满爱折磨人的枯树 很快的 秋姑娘温柔的靠近了 我不再害怕黑夜 我是妈妈的小太阳 牵着妈妈的手 向我笑笑的时候 他教我一步一步小心走好 好感动好感动 这篇真的写得好棒哦 妈妈的手 大家记忆里面 妈妈的手都为你们做了什么呢 你们有牵着妈妈的手去做什么呢 好值得思考哦 好值得大家去想一想 真的是一个 很让人温暖感动的一个小绘本 这是他自己写的绘本吗 是吗 他写的故事 对没错 写得好棒 尤其是最后结尾 就是他们最后的心境一样 这是他写的绘本 然后得到了全国儿童绘本比赛 写定牵着妈妈的手 一步一步的教妈妈小心走好 这本书啊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他用了好多的天气的状况 来形容心境 他用了很多的形容的方式 很多的形容 具象的形容的方式 来去形容你看不见的心情 前面提到的 曾经用过味道来形容 用天气来形容 用鸡蛋来形容 都是一些很棒的方式 还有用颜色来形容 还有用动物来形容 所以这本书 我觉得他真的写得 非常的温暖 非常的感动 而且里面的词汇的运用 也非常的棒 大家在感动的同时 我觉得里面的很多用词方法 是可以学习下来的 好 今天我们的书 就分享到这里了 记得我们今天分享的书 叫做 签妈妈的手 我想大家一定会 很有记忆了 签妈妈的手 你为妈妈做了什么 你牵着妈妈去做了什么 妈妈都牵着你的手 去做了什么呢 留给你跟妈妈去讨论吧 欢迎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 记得订阅 跟分享我们的频道 Luna好运生好运 拜拜 Luna好运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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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运